你好 欢迎收听新京报出品的全明星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 赵丽颖 冯绍峰宣布离婚 双方名下17家公司财产怎么分 4月23号 赵丽颖与冯绍峰宣布离婚 冯绍峰本名冯威 1978年10月7号出生于上海 中国大陆男演员 曾有媒体报道称 冯绍峰家族为国内纺织业巨头 其父亲的纺织业务遍布沿海 身家近10亿 其查查APP显示 赵丽颖与冯绍峰 冯威 已无密切商业关联 冯威目前关联7家公司 赵丽颖关联10家公司 双方并未在对方公司出任高管或股东 冯绍峰名下有7家公司 目前在南京锋芒影视文化公司 上海东威影视公司等5家企业担任法人 同时 冯绍峰还是乐视影业 东洋浩瀚等6家企业的股东 2015年10月 华裔兄弟宣布以7.56亿元 收购浙江东洋浩瀚影视娱乐有限公司 简称浩瀚影视70%的股权 而此时 浩瀚影视仅成立了一天 一家成立一天的公司 估值超过10亿元 离不开公司旗下股东艺人的商业价值 浩瀚影视的股东艺人包括 李晨 冯绍峰 安吉拉卑比 杜淳 陈鹤 可谓群星璀璨 根据媒体报道 2016年5月6号 乐视网公告称 公司已向乐视影业股东收购乐视影业百分之百股权 对价达98亿元 乐视公布的方案中 张艺谋 郭敬明 孙宏雷 邓超 孙丽 冯绍峰 黄晓明 刘涛等将成为公司股东 相对于每股41.37元的价格 明星持股成本普遍较低 黄晓明 李小璐和冯维 冯绍峰的成本 约为每股8.3元 赵丽颖1987年10月16号出生于河北省廊坊市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2013年凭借古装剧《路真传奇》获得更多的关注 企查查信息显示 赵丽颖名下有10家公司 其中有江苏蓝色费典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南京赵丽颖影视文化工作室 南京心意影视文化工作室等7家续存在业 此外 赵丽颖还在北京海润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稻草雄影业有限公司 北京秀丽江山影视有限公司等5家未主销公司担任股东 2018年10月16号 赵丽颖冯少峰在女方生日当天宣布结婚 时间卡在南方生日的10点07分 根据此前三家媒体联合发布的 2017年名人收入排行榜 去年赵丽颖收入为1.04亿元 排名第13 冯少峰未出现在网上 福布斯中文网公布的 2020年百强名人榜中 赵丽颖排名第7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 更多热点新闻 欢迎订阅本节目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